根据目前的疫情形势 昨天沈阳市民政局发布了 关于全市清明节期间 暂停祭扫公祭活动的通告 清明节期间 全市暂停群众祭扫和集体公祭活动 各殡葬服务机构 除遗体运输车辆 及办理火化骨灰寄存业务的 逝者家属外 禁止一切车辆及人员进入 祭扫服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通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引导群众自觉的遵守通告的规定 不现场祭扫 不以野外用火 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对违规者依据情节和后果 进行劝导警告 训诫以及行政拘留 引起各类火灾的追究其行事责任 不过我们的城市 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失温 在沈阳市河滨区 就有一支特殊的志愿者团队 团队的成员都是女性 但是她们的工作任务 却同样的繁重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支又美又萨的 女子志愿者服务团队 大家好 我是田琼 这是我平时一起工作的姐妹们 今天我们要执行一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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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